我们很单纯跟孙子在过日子 为什么要这样呢 网路知名三姐弟布丁的阿嬷 昨天下午在家中烧炭自杀获救 阿嬷有点烧炭的情形 那来医院的情形是 意识不是非常清楚 血液稍微低一点点 五分钟后阿嬷的意识已经会不正常 还好还好 没事就好 阿嬷最近很忧烦 因为日前三姐弟布丁 未准时计达一名教授订的布丁 还向要求退货的教授杜亮晓 反召网友围剿 说他们滥用社会爱心 阿嬷被围剿得很忧烦 她说自己错了 会退款给教授 三姐弟也搭文说 真的很抱歉 真的对不起 但部分网友还是围剿他们 还说辛苦卖布丁的三姐弟 穿潮衣 用名牌手机 连承担过童星都被翻出来 阿嬷和孩子们好忧烦 有网友看不下去 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就要被网络霸凌 未免太得理不饶人了吧 做人别太绝 放人生路 所有网友认为 三姐弟应该诚实道歉 解决问题 动新闻高雄报导